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年家乡时,Wadim就会听着熟悉的歌曲和太太来一杯熟悉的味道 去年,两人在丹荣巴格开设了这家充满着生活记忆的餐馆 俄罗斯饺子是Wadim的童年回忆 如今成为餐馆的招牌料理 一般的招牌是鸡肉和鸡肉 一般的招牌 但是在俄罗斯和乌克亚 我们有食材的招牌 和招牌的招牌 这些招牌的招牌 这些招牌的招牌 我们没有看到这里 之前,当它不是製造的工具 人们会联合在家庭的旅行 做招牌的招牌 是像一个家庭的活动 做招牌的招牌 然后坐在夜晚 然后祝福了一些招牌 餐馆呈现俄罗斯家乡的味道 售卖的饺子种类齐全 从颜色上可分辨出不同馅料 这是牛肉馅 马铃薯培根 羊肉馅 还有猪肉 鸡肉和蔬菜 咦,这虎皮馅条的饺子皮 包的又是什么馅料 原来双色饺子皮 代表馅料由牛肉和鸡肉 组成 老板的手艺非常纯熟 开餐馆前 夫妇俩已经在网上 售卖速冻饺子 很有经验 俄罗斯人对色彩的诠释 也在沙拉中充分体现 我们使用不同的材料 为放入一层 少量的麻油 然后没有任何其他材料 但是在鸡肉馅里也放在鸡肉馅里 我们放在鸡肉馅里 我看了,你是不是也想来一杯 这道冷汤也很有意思 非常适合新加坡的炎热天气 冷汤其实也来自历史上 从冬季时代 当时我们没有冷汤 所以如何冷藏自己 你只需要喝或喝什么冷藏 冷汤是一种新鲜的材料 这是很简单的 鸡肉 最主要是鸡肉馅里用鸡肉 然后有新鲜的材料 像椰子、椰子、椰子、鸡肉 然后有些鸡肉 然后我们放几乎几乎 它非常新鲜 非常新鲜 非常新鲜 所以请来试试 不同国度的人文气候 孕育出各自的饮食文化 俄罗斯的主食还包括 马铃薯炖猪肉 灯笼椒牛肉饭 以及甜品 蜜糖蛋糕 和炼奶可力饼 不但各有特色 还有妈妈的味道呢 这一刻就像我家的国家 说我妈妈会煮的 所以我从来到这里 我总是来到10次 一年之后 我一直在自己煮的 我自己煮的俄罗斯鸡肉 但我特别喜欢吃 它在鸡肉 因为之前我有常飞到俄罗斯 然后它的装饰设计都很像在俄罗斯一样 还有那些小小俄罗斯娃娃 就是它的气氛都很像在俄罗斯 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异族风情 食物真的很像在俄罗斯 因为他们都有吃那个饺子 然后它饺子是有不同的那个口味 有那个三文鱼 然后有那个酸菜 sour crop 然后它的sour crop里面还有那个 马铃薯 就是很道地的那种口味 用眼睛看 不如亲自尝 给未来一次异国风情之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